我在美國快篩過 然後我最近的親友從 就是從西班牙到美國 那美國你看 他的認定的標準就是 你只要是用快篩的方法 然後錄影純正給他看 你就可以算進來 所以我們臺灣 即使是說從國外進來 你不管三天兩天 他還是看美國在當地給你的證據 那美國的證據就是用這個方法 我兩個地方都用過 所以美國的方式是比較容易 而且呢 即使我要回到臺灣來 我要美國做PCR 他也是看著你 左15圈右15圈 然後把這個東西交給他 他第二天告訴你結果 這跟在臺灣用的 伸到很裡面進去 然後三天給你 很嚴格的這個部分 還是 所以說為什麼這麼多 突破性的感染 如果你在源頭 比如說在美國 以用這個方式 跟臺灣的這個 起碼對我的痛苦感 我覺得臺灣好像比較嚴謹 因為比較痛 然後收費比較高 美國免費 而且很容易 所以你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三天兩天不是都一樣嗎 因為你的標準不一樣 所以我不覺得 三天變成兩天 如果到美國 我了解 可是你說 照美國這種標準來去看的話 都這麼簡單 那就是我們一般所 不太承認的快篩 那你說三天兩天有什麼用 臺灣現在是入境以後 它是用口水 就驗了PCR 所以機場 現在是吐口水 我進來就是吐口水 比較差 沒有那麼準確 比較快 我告訴你 兩年前我們開始有Alpha 後來變成Delta 每一個政府 每一個國家 都處理得不太好 但是後來他學會了 就順手上路 那現在Omocron也一樣 現在Omocron大家嚇死了 就其實很多錯誤的資訊 比如說你剛才說的意大利 意大利它是怎麼推論的呢 它說一估兩週內 會有兩百萬人缺少 那每一個人假定 接觸五個人 兩百萬乘五 一千萬 所以他就說兩週內 要隔離 隔離一千萬人 那整個疫情就癱瘓了 不會有這種事 放心 還有我們自己 我的同中學弟 沈正人他就講 這個死亡率 是致死率 是千分之二 百分之零點二 他說我們台灣有五百萬人 沒打疫苗 五百萬乘百分之零點二 一萬 他說台灣人民能夠接受 一百一萬人死亡的 這種序埔嗎 沒話你講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Alpha加Delta 也不過十八百個人 你要來死一萬人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零點二 百分之零點二 的分母啊 是已經得病的人 你那五百萬 是可能得病的人 這個算起來 不能可能得病的人 乘以一個 自死亡 除以已經得病的 這個變成一萬 不通的 這不通的 誒 醫科畢業生呢 iQ不會比科文者差 這種是嚇人的話 我告訴你們 最後 我跟你講 這個Omicron 入境的時候 像蝗蟲啊 噓 我媽媽 他進入境 進來以後 就到每一個村莊 每一個像 旅像 每一個家庭 你看我小時候 麻疹一下 麻疹一開始病發 一個媽媽如果有三個小孩 那個也得 第二天 這個也得 再過兩天 這個也得 媽媽忙死了 每一個人都在哭 每一個人都在叫 每一個人都在發燒 有沒有去看醫生 大部分沒有 沒有那麼多醫院 沒有那麼多醫生 會不會死 會 就很少數的人得到麻疹肺炎 麻疹肺炎就住院了 那時候我剛好做intern 那時候我喜歡麻疹肺炎 麻疹肺炎 真的 現在這個Omicron 連肺炎都沒有 那我告訴大家 你看 這個是最明顯的南非 我輸出過這張圖 以前輸出過 不過這是最新的 你看它 爬上去 到了頂峰 下來了 有沒有 再過兩個禮拜 是這樣 你看多漂亮 好像一棵聖誕樹 而且是很瘦的聖誕樹 這個就是說他進來很兇 很快 所有應該得的都得了 然後三天內潛伏期 三天內變好了 什麼都沒事了 那你看死亡率 我看你看死亡率 對照 他前面三坡的時候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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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從頂峰下來了 這個是他的死亡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指引要循環 那為什麼大家那麼緊張 那麼多國家 歐洲美國為什麼 因為精工之糧 不是 那你明明死亡沒那麼多 你都知道了 你有這個圖 他也有 為什麼這樣 因為這個官員 這個執行 這個政策的官員 不敢負起這個責任 我要是WHO的 secretary 你會怎樣 我會說得到Omicron 從現在開始 如果你們國家沒有Delta 如果有Delta 那我不敢講 如果都沒有Delta 而且都已經是Omicron 聽說啦 再兩個月 大家都是Omicron 如果你敢到 如果中國除外 讓我聽起來啦 稍微流貧水啦 沒有發燒喔 這個連醫生都不要看 我們大部分人得到感冒 或者流感 有看醫生嗎 沒有啊 還有有支援嗎 沒有啊 所以這個有為了流感 在國境抓人嗎 那抓了以後有隔離嗎 這個觀念要改變 三個禮拜 一個國家大量的感染以後 三個禮拜 It's over